这是鸡婆在网上给小泽买的安踏的鞋 148 昨天到的 今天周一上学 小泽就把它穿上了 现在小泽就放学了 采访一下小泽 小泽这个鞋怎么样 太难穿了 今天热了我脚都开始麻了 然后太热了 我下课的时候就拿水时就往外层扑 你说里面太热了 你会往里面浇水啊 对啊 你不要浇水 越浇水越热 哪还有这样的啊 太热了往鞋子里面浇水 我就这样子 你让我浇水的时候把我裤子都打湿了 前半的同学都以为我尿裤 你怎么又这样躺的呢 今天又很累吗 躺了体育科开局就跑了两圈 难怪给你买的新鞋子 现在是灰头头的呢 干啥 让我买了啥 怎么又买了排骨啊 让我看啊 今天这我已经是超好水的 都弄得干干净净的啊 接下来交给你 我今天为什么要买排骨 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的原因是你上一次做那个蒜香排骨的时候 那天因为是我们有试进去了就没吃成 第二天就那么吃了一口两口你吃了大半 然后第二点原因是我前天你也不在 然后我炖的那个肘子啊 嗯 太难吃了 两个原因交给你 同时起两点要求 一要把它做的好吃 二要做快一点 快速弄熟 因为小泽要吃了抽血作业 快速弄熟啊 嗯 那就只有用高压锅了 随你啦 你这是焯好水的吗 背头 哦 已经焯好了 对 放了葱姜没有 都放了呀 嗯 去腥三件套 今天又有用新锅了好开心 最近这个新锅我是非常想用 但是一直找不到什么好机会 你真的是 好 这个排骨鸡婆已经焯好水分了啊 闻一下新不新 嗯 怎么还有一股酒味啊 您是倒的什么酒啊 白酒 哦 我是说呢 料酒没有了 我们今天这个排骨就用来红烧 同时鸡婆肉要求要快一点 所以我们就用高压锅 红烧的话 对了水之后 按厂里说 起码要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但是我们用高压锅的话 上汽之后只要炖二十分钟就行了 我红烧排骨 我喜欢把排骨先煸香 先炒香 就是起码把它上面的这些油脂啊 的油给它炒出来 把它炒得干干的 这样的话再红烧应该好吃一些 锅烧热 烧热之后倒油 直接下入排骨 排骨炒了一个 炒了把它捉回来 先呢就这样一直炒 把它里面的油炒出来 一直炒到略微的发黄 锅里再来点油 油烧热之后开小火啊 我们来炒个糖色 炒糖色一定要小火啊 好快要冒泡了 好快要冒泡了 看没有冒泡了 看冒泡了就成了糖色 这个时候下入排骨 让排骨化上糖色 高压锅拿出来 排骨转移到高压锅里面 鸡泡这个颜色怎么样 这才是红烧排骨 该有的样子 下入开水 下入生姜 桂皮 香叶 然后八角 两个灯冻椒 一点干辣椒 白芷 这个红枝子呢 我说一下上色 自从我发现红枝子的好用之后 我上色我一般都用它 料酒没有了 我也用一点白酒吧 一点点就够了 生抽来一勺 老抽一点点继续给它上色 蚝油 稍微多来点 最后再放入一颗小葱 盖上锅盖 开大火让它上气 上完气之后开中火 压二十五分钟 超级工又在煎豆腐 它的煎豆腐其实做的也不错 来 给我切点小葱 煎豆腐一定要只煎一面 不能两面都煎 两面都煎的话豆腐就不嫩了 煎一面有脆 另一面不煎就是嫩 有脆有嫩才好吃 时间到了 一 上火 这样煎豆腐的话很快可以把盖打开 好 开火 换一桶 你要干啥 你先换一边 再换一桶 换一个有骨头的 好 放在这儿 好 继续倒入锅中 倒入锅中干什么呢 就是收干汤汁 开大火 收干汤汁 你要抢一块下来 还是半成品的 我还抢了一个带骨头的 我没放盐啊 对 还没放盐呢 盐少了点 根本就没放盐 因为我想最后再放盐 但是很香 因为它的皮 是被你翻炒了好久 有那种焦香味 已经很离谷了 现在收汁的时候 获再放盐 把葱汁收干 好了 汤汁收到差不多了 我这个水稍微倒多了一点 所以收汤汁费了一些时间 烤锅 这颜色 哎呀 颜色到位吧 到位 绝了 大家如果不赶时间的话 尽量不要用高压锅 好了 这边是不是还跑了一个 是的 好 再来点葱花 红烧排骨就做好了 站住 做完没 还没了 还没有 是吧 是先吃饭 你再做 还是做了再吃 做 做了再吃 嗯 好 那你继续吧 好 那我们自己拿吧 红烧排骨 豆腐和白菜 颜色够深吧 三重上色方案 今天晚上三个菜 看看小的在干啥 有这好多好多 香甜的 吃饭 再做做叶菜 受不了了 先吃个排骨 那你先吃吧 我感觉我的高压锅排骨好成功啊 小子在做做叶 我们就先吃啊 给它留一点 怎么样 不好 嗯 不好 喜欢食盐的 在入味 而且 颜色好 你那是啥 葱是吧 但是有的人喜欢吃闷的 有的人就不喜欢高压锅的 闷的有闷的香 高压锅有高压锅的香 我们下次有时间 我们就用锅 闷的 对 不用高压锅 我要吃一个带骨头的 排骨排骨 一定要吃带骨头的 嗯 今天这白菜炒的也好甜啊 好脆 你咋炒的 就是那样炒白骨 还不是用那个新锅 我是炒正白菜的时候 先把菜梗子跟白菜叶分开 先猛火炒菜梗 嗯 然后菜梗炒好吃后才下菜叶 嗯 下完菜叶就赶紧下入什么 就赶紧调味 调完味就起锅 快速起锅 我来了 诶 你来了 那先坐这吃吧 那你坐这吧 干个排骨 怎么样 好吃 这样的菜还是得爸爸来弄 看前天你妈妈炖的肘子嘞 拿个好吃一点 妈妈上的真的肉没有那么红是白色的 我就不吃米饭了哈 你吃点米饭吧 对 人是铁饭是钢 不吃米饭心里荒 哦 台湾发生地震 是啊 哦 请问你们还好吗 就是我们好多粉丝朋友都是台湾的 嗯 你们好不好啊 如果 如果没啥事的话 能不能在评论区留个言 到个平安 而且我们好多好多 我们好担心 今天我跟季伯还在商量这个事情呢 有好多台湾的朋友 雅琳姐姐 嗯 紫芸姐姐 雅琳 嗯 嗯 嘉惠姐姐 对 好像是台湾花莲区那个地方最严重 对 嗯 就是不知道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还要 还要小心那个交通安全 对呀 在网上我们看到一个人被车撞了 他是一个老年人 老年人 是的 过马路要注意 交通安全 那真的是 对 我说的那个老人是别人的一个姥姥 他只是太队壮断了 对 最近好多灾害啊 对 我说的是谁 是这个安理 就是说 我怕你们就是说平常喝的人 知道不要 正在吃饭 物业的人送来投票 就是让我们选择 目前的这个物业还几乎继续续聘 等会吃完饭我仔细看一下吧 这个还行 但是你要说是不是 整个物业 这一片整个的情况有多好 那谈不上 我就始终搞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通往地下室的电梯 就只给一个电梯 明明是两个电梯 那没办法 那不是物业 那是那是开发商的事 那不是物业的事 对 那就是开发商的事情 所以我的开发商就有意见 那好习惯 我从来没有见过 两梯四户的 只给一个通往地下室的 电梯 就是因为电梯 多挖一个坑 就是不少钱了 那那是 你还行吧 是啊 妈妈 哎 这个米饭 你不想吃 我想吃肉 我肉还是肉好吃 好 米饭不吃就算了 那你就吃肉吧 我吃了你就吃肉 吃饭不要 扁鸡嘴 就像这样 对 不要发出声音 然后一小口一小口 你还 这扁鸡嘴的声音还大一些了 那一小口一小口的吃 不要发出声音 我好像一直在嚼 你那是一块纯瘦咯 今天老师发甲状 都是暑假作业写得很好的是吧 嗯 那你知道你的原因在哪里吗 这 就是字面写好是吧 嗯 其实暑假那一本作业你做的 还是比较认真的 我催你天天催你做 还是做的比较认真的对吧 就是字太丑了 你等会管 你用手都快拉了 你先洗一遍 那我们接下来再努力好吧 嗯 看到没有 嗯 加油啊 嗯 好去做东西吧 好了 今天的这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